大陆十一黄金周即将要到来 紧接着又是台湾的双十国庆的三天廉价 那么金华国宾旺季效应应注也推升了住房率 金华表示虽然陆客自由行有配额限制 但是陆客占整体客源大概8% 预估10月的前两周的住房率可以挑战83% 比去年增加5个百分点 那么国宾的部分因为承接了不少高端陆客自由行的定房 像是西门关现在已经接近客满